全油管最快新闻 朝鲜第十四届最高人民会议的十次会议 于1月15日召开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发表了一场施政演说 会议讨论了废除对南机构的问题 并一致通过了决议 这些废除的对南机构 包括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 民族经济合作局 以及金刚山国际旅游局 金正恩在演讲中 强调了朝鲜的核武器政策 并表示朝韩关系已经完全转变成得对关系 这个决议表明了朝鲜在当前地区紧张局势中的态度和立场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时